CX60的上市發表會 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帶大家看一下 CX60的這個上市發表會 在我們旁邊是我們的丹尼 會問候一下大家好 嗨大家好 來 舉辦地點在哪裡 內湖 一電視 對不對 很多都辦在一電視 我們以後呢 每一個新車發表 我們都要統計幾個概要 讓大家分享 來 叔叔他在這個一電視攝影棚拍 再來有沒有修歌 有主持人 有主持人沒有修歌 修歌很難談耶 平時比較難請耶 然後有沒有獎品 親酒 有一瓶親酒 親酒 邊參加那個邊灌這個 有沒有人拿 就直接在那邊看車展邊灌 應該是沒有 好 All new Mazda CX60 上市發表會 這不是修歌喔 這主持人啦 像北山這些主持人 來 馬自達台灣 正式發表全新旗艦修旅 CX60 所以CX60應該 它的大小是在CX5之上 CX7之下 或者是在CX9之下 在CX9之下 對不對 CX7 我覺得感覺差不多 CX7後面好像也沒出來 對 它上面這個是日本人在講話 然後上面有翻譯就對了 它不是豬豬字幕組 外觀上承襲了馬自達 剪法式 什麼叫剪法 來來來來 發表會上說的 它說剪約 剪約風格 對 這個水箱護照 我跟你講 我覺得是你拍的角度的問題是怎樣 我剛看你鏡頭拉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你這車 有種復古感 我不知道 你這樣拍下來我剛還以為 這台是馬自達散熱賽 所以它這個 沿剪只剩下兩個燈條 然後燈變成小小顆的 要方不方 要圓不圓這樣 有點長方形 對不對 這很像一個 塑膠大 被刮破一個小洞 有點小夾子器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或是一個氣球 你把它撐開 用刀片這樣做一個小洞 它就變這樣 真的覺得你這個角度拍這台車 真的看起來 連這個SATA 看起來都很廉價感 來怎樣 魂洞之意結合日行燈 製造視覺延伸 就是中間加一條 其實它燈沒那麼大 它現在燈就變比較 沒有那麼長條形 變成比較接近方形 角度真的不好看 我怎麼看都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 你現在要不要站遠一點 你知道有一些 人是沒有辦法湊近看的 遠遠看還不錯 遠看翔一朵花 近看 哎唷我的媽 全車系都有遠近光 自動調節 2.5最高規矩 3.3升車型有 LG 智慧型後燈 2.5升版沒有 銅色護板 所以說如果是3.3的 它是這邊都是銅色的 Close over 概念 這旁邊這個 不知道是真的動還是貼 應該是真的動 然後現在魂洞紅還在弄 就改一種新顏色來 吹一下 這樣看起來很像番茄 那我其實在有某一些燈光下面看起來 有點番茄色 不同角度下 會看到不同樣的角度 對啊 你看它這邊就有點番茄色 有沒有 來來來來 側面有沒有 我跟你講喔 這個是造車工藝的一個問題 你去看喔 這台車的摺線 側面的光線都是這樣 立志型 你有發現這件事情 現在有嗎 你現在才發現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喔 一台車子的外表 不是那麼簡單 你視覺上 看起來喔喔喔喔喔 這樣很好看 你如果是比較龜毛的設計師 就跟家裡的室內裝潢一樣 裝潢這樣看很好看 可是你要看那個 燈打下去的時候 依照你燈照射的光線 或者是你燈的材質 會有不同的氛圍 甚至在白天的時候 窗戶 陽光射進來 你的家又有不一樣的感覺 最高等級的設計就是 它連這個光線都照不到 你等一下去看 只要有側面的 它每一台它側面的摺線 都是這樣立志型 這樣一個很帥的圓舞 跟我們那個Mark 小師汽車Mark中間那個很像 我們也有特別設計 我會說 那個你右眼看跟遮左眼看 感覺不一樣 閉著眼睛看感覺不一樣 就是版本不一樣 版本不一樣 7.8不一樣 3.3 7.8比較大 剛剛被割破一個洞 那個是2.5的 所以3.3才有 銅色烤漆輪 跟這個 側群的銅色烤漆 車尾部分 你有馬自達的設計風格 你的意思是 沒什麼改 對不對 你是不是沒有抓到 你的意思就是沒什麼改變 改變不大 你看後面你會不知道 欸這是行車 對嘛 你只是沒話你的說法 就是改變不大 好不好 屁股改變不大 我覺得它這次 改的還好 當然大家是對於它的動力上面 3.3直流 大家就覺得 哇很難得 馬自達有給這種東西 因為馬自達以前 萬年2.0已經一直用 MX5 2.0 MX3 MX6 挖工 全部都是在2.0 阿不然了不起就是2.5 對不對它就這兩個規格 好不容易有一個比較 不一樣的東西進來 大家當然就覺得很酷 但是呢 它的外觀上面 真的我覺得它的改變沒有讓我覺得很心動或很驚艷 因為好像馬自達的設計也蠻多年 對它這個樣子已經從2014年做到現在 2015年馬3一出來就差不多就這個樣子 就差不多承襲這個風格了 一路做做做 雖然有改款 馬3可能19年改款 可是我真的覺得那個改的幅度也沒有很大 再加上它這次在改這個CX6 而且這次現在不算改 已經算是一個全新的車系嘛 但一看 哇更膩了 真的有點看膩的感覺 沒差在設計那麼強 應該要有一個驚艷感 那買的動力就會更加強烈 後尾燈是一個勺子的形狀 這兩天就比較一般了對不對 現在全銀色旅圈看起來真的是比較一般 有了3.3最高規格的 這是什麼 塑黑 炫歐式造型 這是它講的還是你自己講的 它講的 它講的就對了 就是有一點這樣 玩過去跟它鐮刀這樣 還不錯啦 黑色就是安全嘛 這樣 Premium Modern套件 有雙色切削的渦輪型 喔 這個就是比較接近現代 喜歡用的雙色切削的樣子 車身紫馬 軸距有2870 你看這側面這燈光 哇 立刻出來 這光很便一便 你看這側邊那個燈光 很不一樣 軸距2870 滿大的一麥麥 來 重置引擎 搭配了後輪驅動 跟速輪驅動的設定 只有3.3有四驅 2.5的最高規 也有四驅 就直四的四驅 跟直六的四驅 來我們先看四鋼的自然進行引擎 2488cc 這台灣人最討厭的 超過200cc 要付這個3000cc的稅金 可是它3.3好像又往上一擊了 這個引擎 一看就知道不是針對台灣的稅資 因為台灣稅資很BG啦 多200多你就要繳到3600的稅金了 然後2488多88cc 你就變成3000cc的稅金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2400到3000的稅金 一年是22410 3000到3600是36860 好 當然就這樣 最大的馬力192 我跟你講這車很鳥 2.5做192匹真的是蠻鳥 我跟你講以自然進氣 我們不講渦輪增壓啦 渦輪增壓那無限的可能 以自然進氣的引擎 怎麼樣叫做會做引擎的 就是假設你2500 你做出來應該要250匹 基本上這已經是最緊繃了 所以不要那麼苛求 因為以前啦 以自然進氣來講 10cc可以做1匹 你就算很會做引擎 所以只有兩間車廠做得到 HONDA HONDA B18C 可以做到180 BMW 3200cc 做320匹 每10cc就可以做1匹 越會做引擎的 越接近這個數字 越不會做引擎的 越離開這個數字 所以這樣你懂了吧 2488這192 應該照理說要240多匹 或230 我都覺得可以接受 220我覺得都還可以接受 你看嘛 1500cc的大壓 106匹 會不會做引擎的那個差距就出現了 我們再找一個嘛 比如說福特好了 我們找三代的那個Focus來看 就知道了 你看它1.6做125匹 2.0做170匹 我覺得2.0做170匹 就可以接受了 已經不要接近了嘛 1600 125其實也還不錯啊 因為剛剛的那個 YARIS1500 也才做10幾而已 像這個KICKS 新的KICKS 1600cc 135 這就還不錯了吧 分享一下 這是老屁股的看法 然後再來呢 巴素手自排變速箱 然後平均油耗 哇1312其實蠻屌的 以2500自然進氣 平均油耗可以做到13跟12 我覺得算蠻厲害的 來直立六缸 3300渦輪 其實280 大家說哇 馬力好大其實一點都不大 我剛剛第一個我講 人家自然進氣 3200 B&W都做到320匹了 你是加上渦輪280喔 所以正常如果真的 直立3300加渦輪 感覺至少要300多多多 已經給加成上去了 大於330是基本而已 所以這其實 有一點鳥鳥的 這會賣得很好嗎 他說他訂單收很多了是不是 差不多500張 500張我不知道算多還是不多 以這個車的這個規格 看起來是算蠻多的 不過坦白講啊 真的要性能的 我覺得也不太會買這台 應該不是主打性 對啊 所以其實應該還是在賣 它的空間 它的外觀 它的內裝的質感 因為這個馬力真的看起來 是有點鳥 平均油耗14 也是巴素手自排變速箱 扭力可以到達45.9公斤 然後再來 寒兜乳你看 長得一樣吧 哈哈哈哈 沒什麼差啊 它左邊的出風口是做直的 然後中間12.3寸的 上次看照片以為很小 其實它有比較大的 是12.3寸的好不好 哇 它把這個 警示針做好大一圈 繼續來 哇延伸過來 有做雙層的儀表 它這個 下面這一層 上面這邊有一層 上面好像蓋上去的 一個蓋子這樣 空調的按鈕是實體的 12.3寸數位儀表 所以是雙12.3寸就對了 這兩個都12.3寸 這個短短的好像在哪裡看過 棒棒盒啊 棒棒盒不錯啊 很可愛的 這前面這個應該是Drive Mode 對不對 然後右邊這個有一個 這是置物盒要背架 置物盒 不要再做這個了 他們現在為什麼要堅持 要做這個 它因為沒有觸控 沒有觸控 那只能做這個啊 你乾脆放一個滑鼠墊 跟一個滑鼠啊 好像 好像國外的這種觸控 喔喔它把它掉 欸你怎樣 針對說人家投配備 我們是經由內部討論 為了因應台灣消費者的習慣 還是採用這個轉盤式的 實體式的按鈕 因為我們馬斯達客人 已經都習慣用這個東西了 我怕我們拿掉變觸碰 大家不習慣 會不會講話 特地為了台灣消費者量身定做 量身打造 然後這個是 有點網狀的一個飾板 然後在後門這裡也有嘛 對不對 這個也是這種網狀飾板 加上銀色的飾板 那我覺得這設計就滿普通的 比例上面有點怪怪的 然後這看得出來應該是放得下飲料的 那手把也就普通了一點 材質上面 看起來你攝影上面 我覺得看起來材質是普通的 然後後座出風口 後座地板有凸起 喔我有看到兩個Type C對不對 對 然後後座出風口有一個銀色四框 兩個地圖帶 喔有兩個Type C 有看到嗎 這右邊這個偷了什麼 車窗馬 來入門是皮革 其餘都是真皮 這最便宜是皮革 欸人家都用真皮 所以它賣龜的合理 做的是質感 好不好 3.3L是NAPA 哪怕NAPA 然後全景天窗 只有3.3L才有全景天窗 來Premier Sport套件為 暖紗中配色 雙色方法 沒有看 有人會喜歡 我是覺得還好 不是顏色太淺 然後黃不黃 橘不橘 林哥爾文喔 這顏色我不行 你看你連安全帶都黑的 怪怪捏 你看這個這樣黃黃 這樣黑 不過天母都黑的 ABC數全面都黑的 我是不會選這個顏色 有觀眾是說現場看來 我覺得這蠻特別 因為一般現在內裝都黑色 我覺得白色就很漂亮 我也覺得白色比較漂亮 白色超有質感的好不好 你看人家方向盤就沒有外圈變白色 白色我覺得有質感很多 哇這是木頭的 漂亮喔 為什麼這塊黃色 白峰木 這是木頭 好木頭我可以介紹 白峰木的一基也最愛用的 橘木喔 蜂木喔 白畫木 畫木 對對對 這個是布是不是 對 我真的覺得白色有質感 但是真的很難顧 白色好看好多喔 這個就有一點那種瑞典的那種 青裝潢的 又是IKEA的 IKEA 我都念IKEA 這樣 有一點那種感覺啊 真的啊 不錯 門關起來了 不錯不錯不錯 Kake Nui 日式懸浮縫縫合工藝 你說這這條喔 比較粗的車縫線的牛 對 不錯啊 我覺得白色好看很多 安全貝貝前身也是七具輔助系統 以及I-ActiveSense 的輔助駕駛系統 好啊 那又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名字 它螢幕保護裝置是很大的時鐘 就適合老人 很不錯 全素育主動車具控制 這種車道輪子輔助 這個智慧後車盲區 煞車輔助 車道便宜警示 跟車道便宜 3 5 3 4 3 3 3 6 3 1 有煞車 叫你煞車 煞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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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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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 你發動不用帶鑰匙 這是發動 它是說有使用習慣 行車模式啊 空調 都會調好就對了 我覺得它如果用那個面部解鎖啟動 我覺得比較屌 跟人家行車糾紛嘛 下次跟人家打架 臉被打歪了 上去你就拔不動 會不會有這種情形 好像有可能 對啊 下去跟人家拔 街頭全集賽 打完之後臉中起來 怎麼拔都拔不動了 來 2.5s 最陽春的版本 這個就便宜了 其實它賣不貴 一台Yaris加金裝要九一幾 可是你看跳上來就開始就有點感覺了 2.5s Elite Plus就要129.9 就130了 然後 AWD四輪傳動的25s 就要140去了 3.3T的話就要168.9 就有感了 我覺得130以內 這個族群可能是比較能接受 一般人 因為這個130現在在外面買不到什麼東西 一台MX5就150了 這麼大台才130對不對 我覺得超過130 消費者可能就會比較想得下的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會比較有感一點 因為你真的現在出去 欸 錫美多少錢 實際賽 139 對嘛 139 買到25s AWD去了 對不對 那麼大一台 你這樣看起來行為 實際上超貴的 對啊 人家給到25 然後這樣質感的配備 才賣129 118 118可能配備很少 我覺得118應該也會有人買 如果你只是想要開個這個樣子 跟這個大小的話 我覺得買118就可以了 感覺買起來會比較輕鬆 你只要想著 Yaris加進裝就90了 我的車120 欸 感到不貴耶 真的耶 你只要這樣想就好啦 質感大小差不多 配備差不多 是價值觀崩壞嗎 價值觀很瘋 心態也都崩了 來 黑色維繫到有點基本車色 聽話在側面折現怎麼聊 有 都是 有這個燈 很屌 你如果白色就比較看不到那個燈了 白色也要加價 這一個鏡頭了 我剛剛沒注意看的時候呢 就算了 在我知道說 它正把我下面有個鏡頭之後呢 我的眼睛就沒有辦法視線 從這個地方移開了 所以一看就看到中間的鏡頭 剛剛看還沒那麼注意 沒看到鏡頭 魂洞紅要加1萬5 這麼大台1萬5算便宜了 我覺得那硬加的 如果不加它應該也是可以賣 我覺得它很酷就是 它就四個顏色 但有三個顏色都要加價 你不加價就買黑的 對 剩下都要加價 你買白的跟灰的要加1萬 你買紅要加1萬5 所以四個顏色有三個要加價 大家聽得懂嗎 就是叫你加價的意思 喔那我知道了嘛 欸那很簡單嘛 以後你就推出一台車子對不對 比如說那個定價120 然後什麼顏色 就是那個鐵的原本的原色 沒噴漆的 再來選白色加3萬 選灰色加8萬 選藍色加12萬 就灌進去啊 把價錢灌在顏色裡啊 跟保時捷一樣啊 就素材顏色這樣 你也可以不要烤漆 就直接開一個鐵的顏色在外面 以下就生鏽 呵呵呵呵 以下變戰損車了 來大排氣調這件事 馬自達反氣道而行 開創新的市場 這個是反氣道而行嗎 馬自達以前我記得 以前有出過一個機械增壓 那是喜喜我有點忘了 馬自達很少有大排氣調的車 那是福特的時候有一個3000的 那個應該是福特的引擎 以前是323 626 929 有沒有 米勒循環引擎 它這個就是有加機械增壓 好2.3機械增壓啦 有沒有 你看人家2.3排氣量 可以到達3.0的馬力 馬力輸出 它加一個機械增壓 它現在是2.5 只能到2.0的馬力 對 大概就類似這個意思 以前是2.3V6 所以其實馬自達好像沒有什麼大排量 所以這個是新運行就對了 好啦 這個 內裝質感還不錯 外型呢 設計 普通 不要說普通 改變不大 我自己覺得改變不大 好啦 那這個新車的影片呢 以後持續跟大家分享 最後呢 有個問題問大家 3.3渦輪增壓 做284p1的馬力 大家覺得是 好還是不好呢 下次見 掰掰 拜拜